难得一见啊 景泽镇地摊 外面又摆起来了 这应该有大半年 将近一年时间 外面都不准摆摊了 为什么今天能摆呢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景泽镇持博会 18号到20号 然后这次提前两天 就可以开始摆了 又重複热闹的这么一个场面 希望今天能够买多一点 东西好难找啊 其实我赚了一圈 还是没什么收过 那个吧 这个是一路连科的 终于是明晚期 万里天起的 大开门啊 这种画意 明代的味道画意 其实一看就能够出来 虽然现在有很多房型 房子也不错 但是那种味道 总还是要差一下 所以这个品质还不错吧 但是它是有点小变形的 老板要价不低啊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先看看 然后我们又看 一件东西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啊 这种若空的果盘啊 中期就有 然后再晚期都有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一件呢 首先它画得很细啊 有没有看到 这个点缀的 而且点缀的鸡鱼这种非常特别啊 比较精致的这种点缀鞭式 一般都是早期一点的啊 这个不是光续的 一般都是偏铜式 咸丰的一个品种 所以它这个还不错啊 问问他了 多少钱能卖我了 他昨天还发图给我 让我来看 他说到了 他说刚到的 这个是老板刚到的一批货 昨天就给我发了图 让我看一看 所以有什么好东西 别人也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 因为我们心目中这种东西 它属于什么等级呢 首先开门啊 第二个呢 比较漂亮 没问题吧 第三个呢 还比较少 就是我说的这种 哇 鲸鱼的啊 鲸鱼满堂的 而且这中间呢 是一个和链鱼的啊 鱼没有画在这个水里面 有没有益区 少说2.5等级的 反正就是中几天以内 倒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刚才跟他的大老板 大boss 打了一个电话 谈妥了啊 这个我们就胜利拿下了 还是给我比较优惠的 不过都是老朋友 我们以后也会再买吧 说说说 这就是我一般需要的东西 今天晚上 我就会把这件 刚刚收到的这件东西 给大家放后啊 再看一件 这个瓶子啊 这个我肯定懂啊 这个我跟你们稍微说一下吧 它的亮点还是有一点的 比如说这个肩布 这个割柚上面的一个 磨印的油超红 这个红是一个亮点的 当然它本身也是一个双色品啊 这个朋友的时间还偏中期 也是带客风的 然后就像老板说的 这两门的环呢 也是有点小亮点啊 带火环的 确实还是较少 这种确实还是可以买的一种 老板要中几钱的 这价格也还可以 在这边还 跟你就交个朋友 抱歉 再别说 以后再买别的 好 成交成交 兄弟们啊 这个可以算是 今天真正简陋的一件 刚才我们也买了几件啊 大家看到了 但是呢 这个质量要更高啊 你看这个坐像啊 是一个和尚深冷 然后手拿木鱼 敲着木鱼的一个造型啊 这种非常少见 明国的一个 冷物雕塑的金谱 这种比那个弥勒佛 要少见得多啊 大家一定要远看 远看呢 它的神态用味 就更加的清楚啊 更加的明分 它在手上敲着木鱼 很有意思啊 其他也没什么毛病 大开门的啊 这种东西 应该在当时 也都是一些名家作品 好吧 这件我们也就 能够拿下啊 你帮我包一下吧 老汤的盘盘 而且是青花繁红啊 青花繁红 这种东西 性价比合适 我们就 就拿着啊 比较是不错的一个品种 我们都会在明天晚上 给大家来放漏啊 大家想拿好货的 明天来解漏